这一切 都是因为我的父亲 我父亲的生意在太过不断地扩大 生极了其他集团的利益 他们不断地恐吓我父亲 可是我父亲依然不会所动 后来 后来 这一切 都会订阅 我都会想到你 我都会觉得 你还是要有意思 你是个人的 但是我不想到你 你也不想到他 我就是一种来说 你们是什么人 那我都不想到那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可以吗 你有没有想过 在我男朋友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 他没有选择让我陪在他身边 而是让我一个人 追求在 无尽的孤独的深海里 让我一个人 痛苦 内疚 韩元彬你知不知道 有多少次 我在想你的时候我都在想 为什么不是我跟他在那辆车上 为什么 我不能跟你在同一辆车上 就这么随你去了 我每次想起你的时候 我都想 元彬啊 这能不能是一场梦啊 你是不是梦醒来了你就会回来啊 但是没有啊 韩元彬 你每一次 每一次我送不住行为的时候 我都清楚地知道你不会回来了 不会回来 你现在突然直接在我身边跟我说这一切 你知不知道 没想到 没想到你 我的心都好痛啊 痛多了 没感觉了 韩元彬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原谅你 真的 不然我也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睡觉 睡觉 我还是会睡觉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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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约别 睡觉 睡觉 谁 睡觉 我 睡觉 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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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俩挺尴尬的所以 你偷听我们说话 绝对没有偷听 我真的只是路过 算了 无所谓了 马总 马总 那个就是你说 突然消失的人 诈尸啊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想说 我是想说 那个突然消失的人回来了 你不应该开心吗 怎么感觉你们俩在吵架呢 怎么了 夏雨昕 你现在是想要取代杨丽的位置 成为我们酒店的八卦王是吗 对不起 马总 我只是随便问问 可爱 有事啊 当然了 你答应过我的 这个呢 我带走两天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我对你给我好好 tun 对і 所以我很有事 我 contributions 我懶得帮着你 你就 supplemental 你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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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雨晴 妈 听说你是马可爱的新宠儿 什么新宠这么难听 不是啊 你难道这他一点意思都没有 不过呢 就算他现在对你有点意思 那也没用 迟早呢 你都是被抛弃的 为什么呀 这个故事 就是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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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